接下来要看到的他们可是已经俯首认罪 这是一人吗 马基尔跟日记有人有记龙徽 上个月打伤继承车司机 而遭到了检察官以重伤害罪起诉 分别求行了四年跟六年 今天下午这个案件首度开庭的时候呢 其实马基尔跟有记对于重伤害是不认罪的 但是对于这个普通伤害 他们可认了 马基尔他否认有叫错伤人 但两个人都表示愿意道歉 也愿意赔偿 因为将计程车司机打成重伤 遭到检方求刑四年 马基尔有母亲和律师陪同首都道庭 不但表达向司机道歉的意愿 并且提出两百万元的赔偿金额 作为寻求和解的条件 不过他对于检方起诉的重伤害罪完全不认罪 并且指出对检方起诉的内容并不认同 马基尔对于起诉书的部分表示了三点不认同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 他并没有交缩鸭子以及湘营去殴打司机 再来就是他并没有承认他重伤害的部分 以及他并没有交缩有记去殴打司机 而且他不断的强调当时他是属于一个喝醉的状况 很多片段其实不记得了 另外有记龙辉在进到法庭之后 就先以深深的一举功表示道歉 并且提出了四点声明 他表示自己愿意道歉 愿意为伤害的行为认错 愿意赔偿受害司机 也愿意负起公平的刑责 不过对于重伤害的罪名也无法接受 有记当时在庭上是表示 这个月当中是他人生中最黑暗最难过的时期 他还台湾是来找朋友 对于这样子鲁莽的行为表示很道歉 不过他对于所谓的重伤害 也就是故意伤害的部分是表示否认 他表示他绝对没有刻意的殴打司机 虽然一再表达愿意道歉和赔偿 不过对于计程车司机的指控 Wakel和有记却丝毫不愿松口 林姓司机的律师是强调 当时那个司机从加护病房被推到 普通病房的时候是有大叫 一句话说那个日本人真的好狠 连说了好几次 代表说这是他当下的一个意思 不过对于这样子的这句话的一个说法 有记以及Makel的律师都表示 这句话只是一个传闻 并没有经过证实 虽然双方律师就有记和Makel的犯行进行攻防 不过两人都矢口否认有重伤害的犯译 一再坚称自己并不是有意将司机伤得这么重 这样的说辞能不能被司机和家属接受 将成为法官量刑的重要关键 一定是综合不倒 感谢观看